最近网络上也有一个有趣的话题 辫子妹注意到了 我要请辫子妹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就是你喜欢吃的阳春面 可以不要面吗 好 辫子妹今天直集呢 关心的这个议题呢 是今天网络上相当的相当夯的 相信大家每天在外面 吃饭用餐啊都会遇到这些问题 有一个女子呢 她呢去点阳春面 她跟老板说 老板 我要一碗阳春面 但是呢 我不要面 老板很霸气 跟她说没买啦 没这个 不卖它 你觉得这个老板怎么样呢 辫子妹列出五个选项 来 大家看一下 赞啦 当然有赞同 阳春面也是有骨气的哦 第二个 哈哈 那我老婆饼 标饼可以吗 好 第三 奇怪 老板选项面前也很好啊 或者是你选第四 给我 她不要的那坨面 我可以 好 有人可能吃不够对不对 来 第五个 哎呦 不要面就给她满满的汤 好 这五个选项 如果你会选择什么呢 来 留言跟我们说哦 那我们现在先来看我们的直戟影片 赞啦 阳春面也是有骨气的 阳春面也是有骨气的 不是你来我就一定要买你啊 那个赞啦 阳春面也是有骨气的 为什么选这个 因为它就 它要喝汤就喝汤就好了 为什么要点阳春面又不要面 因为我觉得很怪啊 你要阳春面 它就是清汤 然后跟一个面 然后它把面拿掉就喝清汤就好了 它阳春面不加面 然后干嘛要吃阳春面 啊 自己毛很多啊 什么阳春面不要面 那就 真的很像我在搞事啊 吃面又不要面就干脆 那点汤就好了 因为我是卖马卡龙的 然后我们不是都有口味 然后他就会问说 哎 玫瑰吃起来是什么味道 之类的 诸如此类很多 就是玫瑰味道 不然还能吃什么味道 太多奇怪的客人了 OK啊 就OK啊 就来闹的吧 就来闹的吧 就是来闹的吧 有时候顾客是来闹的吧 对啊 就是 啊都点面了 啊不要面 就是怪怪的啊 所以他不吃面 他吃什么 就吃那个肉啊 就那个汤啊 就吃那个汤啊 就吃就很奇怪啊 对啊 就去搞笑的啊 就跟你点珍珠奶茶 不要珍珠一样啊 就跟你点珍珠奶茶 不要珍珠一样啊 哈哈 那我老婆饼不要饼 哈哈 那我老婆饼也不要饼 哈哈 那我老婆饼也不要饼 那我老婆饼不要饼 那就是一样的意思啊 就是 羊春面不要面这样啊 我要他老婆 我不要饼 哈哈哈哈 后面我问你要不要他老婆 他说老婆饼也饼 他饼也饼吗 不是 我叫他妹妹 不是他妹妹 妹妹喔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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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是这个 老婆在这个饼 完蛋了 你确定吗 我对啊 因为老板的老婆应该很漂亮 哈哈 老婆 老婆现在这样讲什么啊 没关系啊 娶一个回来做事啊 哈哈 不要面就给他满满的汤 反正既然他不要了 那就不用给他也没关系啊 给我 他不要的那坨面我可以啊 为什么饼这个 有的人 就是可能别的客人 觉得他不要面 我需要多一坨面 吃的比较爆 这样子的话也OK 就客制化啊 他不加 我就不要帮他加面 你过来老板 现在面前很好啊 那你不要面 我汤不用钱 他就全部给 就给你满满的这样子啊 不要面就给他满满的汤 为什么选这个 因为我觉得他如果不想吃面 那你就给他羊春汤 小孩子在做选择 所以咧 全选 针对羊春面不要面 老板霸气拒绝 你觉得呢 辫子妹直接发现有大部分民众 选的是选项五 哎呦 不要面就给他满满的汤 让他喝饱喝满 另外呢 第二多人选的则是 哈哈 那我老婆饼也不要饼 这两个答案跟你心中所想的 有没有一样呢 留言跟我们说 好 羊春面不要面 你觉得怎么样呢 刚刚呢 我们在直直的影片当中 有个大哥呢 他说 我要老婆不要饼啦 但是呢 刚刚有个留言 蓝莎 他说 我要老婆饼不要老婆 蓝莎 你老婆知道吗 你敢做这种留言 好 那接着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造句时间啦 还记得吗 稍早我们的造句 是苏贞昌院长喔 他说的 武汉肺炎 武汉肺炎起源于武汉 这是有利于辩市 来 我们看到 网友马上吐槽 我们苏贞昌院长啦 他说呢 1450的梗图起源于行政院 这是有利于辩市 另外呢 还有网友 他同样也是吐槽喔 民进党喔 他呢 Amelia 他说 1450起源于民进党 洋的网军 这是有利于辩市 那接着呢 另外两位网友 他是帮我们中天加油打气喔 他说 刘明照 他说直播网友造句 起源于中天辣晚报 这是有利于辩市 耶 好 非常好 记得每天都要帮我们造句 最后一句 我们再来看到呢 这是喷火龙 我们的老朋友了 他说 中天互动新闻 起源于 东厂NCC追杀 这是有利于辩市 好 谢谢喷火龙的支持 记得每天要上来聊天室 跟我们互动喔 西方姐 你在讲的同时 我看到网友留言 我快笑喷了 他说杨春妹不要面 那辫子妹不要辫子 老板米粉汤可以不要米粉吗 真的可以啊 他的米粉汤不要米粉 不要米粉有个好处 他会有龙虾 那你亏大了对不对 真正的米粉汤 老板讲的对 胡仙讲的对 他不要米粉的米粉汤 那个米香很香 你问他 真的 他这个关键是米的米香 是真的是很香的 传统有人这样吃喝 你看网友大家都很凑趣 什么冬瓜茶不要冬猪 冬瓜 萊猪不要来 羊群干面不要面 好 我快笑死 然后另外呢 我们的 算我们的老朋友吧 佛迪 我们有个这个绿营的1450 每天要来报道 你知道吗 他报道 因为大家知道 那个留言才会放在上面 才会看得到嘛 因为下面留言都没有人鸟他 所以他现在他每天要抖内我们 然后呢 他自称佛弟模 我就跟他讲 你在我们这边磨不起来 你叫佛弟弟 所以现在大家都叫他佛弟弟 佛弟弟刚刚又来了 我们这个一开始的时候 就很多网友说 大家都在互相找老朋友 玛丽猪来了没 喷火龙来了没 很多人就说佛弟弟 你来了没 就刚刚真的 刚刚大概42分 7点42分的时候 好啦 他的留言 咱们就别念了 就佛弟弟 欢迎你每天来 我们那晚报报到 超欢迎来充流量 超欢迎来斗内 每天对我们晚报 都很有贡献 非常非常感谢你 所有网友都在说 佛弟弟来了没有 佛弟弟嗨 这期視聚想可能还請你 闭嘴 超级照片 突然走开 我们下期待 傍按看 超级照片 自己身材 我们下期待 这边 我们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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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